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兵蓝 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那这一集呢 我们要说个事情 就是这两天在网上沸沸扬扬的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不允许网约车去了 只允许打出租车 然后呢 这个 昨天就在昨天晚上 这个政策又取消了 政策的反反复复 这个呢 显示出上海这座城市 出了一系列的问题 那么本能作为上海市民 有必要 有义务 跟大家来讲一讲上海这些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在疫情的期间 也发生了一些屁事 对吧 搞了令人大跌野镜 还有现在 搞这种 东西 原因很简单 因为上海已经现在不是上海人当家做主了 知道不 上海现在 是很多空降干部过来杜津的地方 啊 就是说 没有说几个上海的干部 是从基层一点点干上去的 像以前上海社会书记黄菊啊 陈良宇那样的 哪怕就在韩正 也就是从上海一点点干上来的 啊 对吧 从基层 对吧 从这个村一级 乡镇一级 这个比如说上海的讲 我们讲有些什么上海的一些企业 然后再干到这些啊 这个啊 这个区一级啊 乡镇区一级 然后再到市里面 然后这样一点点上来的 他能熟悉和通盘思考 整个上海的发展的问题 然后再延伸 再延伸到全国 长山脚 辐射长山脚 延伸到全国 有这样的大的这种思维 啊 实事求是的这种 做事的这种风格 现在是什么 上海一共16个 上海你说这个市委市政府 就不就不去讲了 对吧 市委市政府上海的这个市委常委 有几个是上海的 对吧 有多少的是空降过来的 对吧 啊 盖满一届就要到 就要升了 尤其上海市委书记这个职位 盖满一届 就要升到中央里面 当国家大大官去了 啊 直接就是升到正正国级去了 对吧 这个东西就不去讲了 那么 我们讲上海的这个 有一共有16个区 16个区的区长 区委书记 现在只有上海最落后的 崇明区 啊 就是崇明岛 崇明岛的一把手 啊 我记得没错 应该叫李正吧 啊 他是上海的 啊 他是上海 他是上海人 其他的区一级的 啊 全都是外地的 啊 全都是外地的 而且大部分他不是从本土升上来的 是从外地直接调过来的 你可想而知而知 上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那样的啊 这这些这种事 因为说句实在话 有些时候 你这些一把手 或者说怎么的 呃 你就是空降过来 呃 就是就是说 回 就是说过来杜伟金 过来干嘛的 我觉得这个我可以理解 但是你说区一级 甚至很多下面 乡镇一级 因为上海是直辖市 区长 所有的区区 所有的区委书记 全是这个 啊 镇厅级的 如果是浦东区委书记的话 那是 那是这个 副部级的 他的配置很高 乡镇啊 就是镇 镇党委书记 全是镇厨级的 如果是区委的 常委的话 都是副厅级的配置 啊 所以说呢 这个配置是 是相当高的 而且大家也都知道 国家的主要的大官 镇国级里面 至少有一到两个位置 位置一定是从上海 当一把手上去的 对吧 所以说呢 上海成为了很多 啊 干部来这里 来镇金的 一个绝佳理想场所 那么 这个 这个一些 一些这个区啊 什么的 镇啊 一把手 他都是这个 外地直接空降过来的 都要来镇这层金 那么你其他的那些条线呢 条线呢 啊 条线就是我们讲的 什么交通局了 啊 什么公安局了 什么啊 民政局了 这个局那个局 就是我们讲的这些啊 内阁啊 这些部门啊 的一把手啊 大部分也都是空降过来的 也就是说 从上海 踏踏实实 啪啦啪啦 一个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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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的官员 现在很少了 对吧 那么如果他有的人 他来空降 他求一个无为而过 无为就是有为 无为而过 那就算了 那有些呢 我就举个例子啊 我很多年前啊 这个和这个上海啊 上海不是有个无野 有个无野集团吗 也是一个最大的央企 我跟那个无野集团 就是中国中野 跟五矿集团合并的 啊 叫无野集团啊 然后呢 这个里面呢 去吃饭的时候 正好是 不是说谈那个业务吗 主要是我认识的 朋友他们去谈业务 啊 我也是在他们那边 啊 这个一起去 去一下 那个里面的老总啊 干嘛的 什么的 全里面全是四川人 就里面全是四川帮 整个里面全都是 就是说 一个老总 他是四川的 他就会把老家里面的 这种 很多的岗位里面 全都是弄弄四川人 啊 什么办公室主任了 包括什么 这个助理了 啊 哪怕是扫地阿姨了 啊 开门了 全都是弄的 都是四川人 那我还 知道有一个 乡镇 他比如说 他是这个 湖南调 调过来的 他马上就把他湖南的 这一些 全部都弄过来 然后就想尽办法 都要占山头 都要什么 都要 弄一个块 你看这次上海 普通网约车 这个事 出来讲话的 那个干部 你一听他口音是上海人吧 以前像这种交通管理 什么预送局的 什么什么局长 一出来一采访 一股子互谱 一听就上海人 你去听 那个被采访的 那个什么领导 你看他说的 你看他那个口音是上海人吧 对吧 所以说就会发生 这样的一种事 这样的一种事情 对吧 年关将近 在中国最大的机场之一 旅客却无法叫到网约车 24年1月29日 上海市道路因素观众局下发 关于禁止网约车在普通机场运营的通知 下车通知 形容提到严禁网约车平台 聚合平台 发布起点为普通机场区域 及涉及边界道路的招车信息 南方周末记者就此询问 向滴滴出行和高德打车询问 滴滴未以回应 高德方面却按照经管部门要求 以上线相关政策 2月2日上午10点19分 南方周末记者实测发现 大型网约车平台 已经无法在普通机场下单 将期间定为普通机场轿车 滴滴出行业面显示 为若是本事相关规定要求 普通机场再不支持呼叫网约车 宁可选择顺风车出行 然后呢 在网上引起了非常大的批评的声音 然后这个事情就什么 就有一个APP叫空港出行 是独家垄断经营的 然后呢 这个东西被下架了 上海称之为魔都 确实挺魔幻的 两年前 京东三千小哥被所谓的通行证 卡在户外进不去 本地的上海朝圣食品 成立经营五天 就拿到了保工资格证 如今两年后 滴滴高德进不去 普通机场 本地的空港出行 成立经一年就能 独享机场 独家网约车运营权 对吧 上海口罩期间 空港出行也是活跃分子 归国内人转业 就是他们负责的 所以说大家 你自己去看看吧 对吧 原来上海有一个干部 他也不是上海的 叫艾宝军 他不是被反腐败进去的吗 对吧 艾宝军 他儿子 就上海有一个公共WiFi 现在也几乎没有人用 但有个公共WiFi 叫艾 叫艾伤害 艾伤害 艾伤害 就是他们这种搞的 所以说呢 老斌就说了 其实上海现在的问题 在哪里 上海 现在的问题就像我刚才讲的 上海是一座什么城市 现在是一座什么城市 是你全国你们村的首富 你们镇和乡的 前几名有钱人 你们县城的前几名的有钱人 你们市前几名的有钱人 你们省里面的有钱人 他们都在上海这边买房 你明白吗 然后呢 还有什么 就是一些当官的 他们的子女 我之前认识一个某地 某地级市的一个政协主席 也是一起吃过饭的 他儿子就在我们上海的敏航区 一个某街道里面 当这个公务员 你想想看 他还是那个 那个那个省 跟上海远天八只脚的省 他都他只是一个市的政协主席 他就要安排 他的儿子在上海定居 在上海也买了房子 你说这个房子的钱哪里来的 对吧 在上海也买了房子 然后在上海可以 又可以办这种人才 人才什么落地 又是公务员 在上海 你看连这种街道 他们都不放过 上海的街道 街道是什么 街道就是跟这个乡镇是平一级的 街道里面的公务员的位置 都有一个市的政协主席 市的政协主席是什么 是什么级别 对吧 政厅级 那全国有多少市 有多少市委常委 市领导 他们如果说都把自己的子女 想办法塞到上海来 现在上海连基层里 连基层里面 像以前基层 你别说去一几了 就是说基层乡镇 街道这一块 全是上海的 现在里面几乎一半都是外地人 你可以想而知 天天在网上骂了上海人 骂上海骂上海人 天天想尽办法 挤破脑袋 要他妈的霸占 站位子 卡位站位子 是吧 这他妈就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那这么多人在这里 上海人在这里 原来这座城市 为什么搞得很高效 尤其像在陈良宇 这种黄菊的这种带领下 上海发展的 还是相当快速的 相当猛的 然后在韩正的带领下 对吧 为什么 就是上海人就是什么 一种边界感 一种做事情 上海的很多领导 包括单位里的领导 是很讨厌偷奸耍滑的人的 你他妈跟我偷奸耍滑耍滑头 他是绝对会干你的 上海上海的这个这个这个管理层 就不管是公司还干嘛管理层 他不允许你拉帮结派的 就是你搞什么老乡会 他不允许的 你他妈是来上班的 你是来给他干嘛的 但现在这样的领导 这样的 很多的这个 这种像上海的一些国企 像上海的一些 企事业单位里面 现在的一把手 已经不是上海人了 那别的地方呢 过来的一把手 他马上就把他老乡 全部都弄进来 任何一个位置 你其实里面的上海人 或者其实你里面的 这种其他的这种 这种都给你排挤走 要不然让你边缘化 让他老乡 肥缺全都是他老乡来干 你懂吗 所以现在有的时候 你在上海 你就是一些 一些公务员 过来办事的 一股子 全不是上海口音 全是外地口音 就是这样的 那你想想看 有很多干部 他是落后第一地区过来的 他他妈就想着 搞钱 那你说他妈的 当然会有像普通机场 这种软事情了 什么空港出行 逼的独家垄断 这种吊事 在疫情期间 他妈个逼的 什么公司成立三五天 他妈的逼的 一看不就是他妈的 这些 一些他妈的 他妈的子女 亲戚 所以说现在上海 为什么现在上海 越搞越他妈土 土不垃圾的 永远都是他妈 重阳媚外的 没有海派文化了 虽然说我是上海本地人 这儿八经的上海本省人 我崇尚是这种 吴越文化 就是像苏南 苏西长 都是讲无语的 这个浙北 湖州 像什么杭州 宁波 这个 绍兴 嘉兴这一块 大家都是同一个地区的人 都是讲这个吴越 这种口音的 我从上是本土 江南文化 但是我不排斥 我们市中心那些海派文化 我觉得海派文化 也挺好的 你要在澳门 他就是可以做到 岭南文化 跟他妈的葡萄牙的那种 那种南欧的 那种文化的 相结合 我觉得挺好 在香港也可以做到这种 英国跟这种 中国本土的 传统文化 所接合 我觉得挺好的 这都属于 这都属于是这种 海派文化的一种 只不然 人家可能不是这么叫 对吧 那在上海也是 现在这种海派 保存比较好的 我看也就是 湖州 湖州那个地方 有些那种 那种红房子 那种建筑在南巡那边 我觉得还是 搞得也不错 那上海现在没有了 上海现在 你很多在海外 回来的那些上海人 一看上海 现在怎么 土不垃圾的 一股泥土气 没有以前的洋气了 土不垃圾的 什么道理 就是我刚才讲的 那个道理 就这么土 动不动说 这一块弄得像 小纽约 那边像日本 这边像韩国 这边像哪里 这里像迈阿密 那边像 像什么法国 像巴黎 以前上海 不是这样子的 不这样就跟你讲了 你就是这种 跟澳门香港 是一模一样的 现在呢 你看看 都是都没有自己的风格 因为 因为你跟你这个 头头脑脑的 气质是有关系的 对吧 对吧 以前 师博会 以前的上海的 出租车 那是 那是什么水 水平 上海 师博会 以前的上海 出租车 那多该历 都是上海 很多本地市 很多都是聪明的 或者像南汇 那一块人 开出租车的 都获得 很多本地的 这个司机 西装领带的 白手套 戴好的 有的时候 戴帽子 西装什么的 都烫好 弄好 衬衫都穿好 那个路 那个垫子 像中沙发垫 你说后排 前排不是沙发垫 一个礼拜 洗好几次呢 烫了好干净 里面车子里面 没有异味 也不会乱放音乐的 是不会以后 这个整体出租车 这个东西就下 就因为有一波 人口进来了 那个时候是 是谁呀 于盛生 于盛生不是 不是开放这个 很多人不就进来了 对吧 上海是全国人民的上海 然后呢 这个出租车 整体行业就开始 就开始不行 以前出租车 它都是讲究要户籍的 或者说 它你的进去的门槛 是比较高的 你经过严格培训的 这种管理的模式 都要严格培训的 对吧 以前上海的出租车 干净到跟日本的 现在跟日本的出租车 是一样的 那日本出租车 那也是这样 那出租车司机 也就不是西装领带的 穿那种制服 后面都洗得干干净净的 上海以前也就是那样的 到后面 直到后面 这个网约车开始以后 我他妈就没 再也没打过车了 尤其是这个网约车 开始实行这个电动车 电车的时候 这个电车 他的悬挂 他妈是有问题 虽然说他起步是很快 两秒三秒 他妈破板 感觉是挺好的 但是他这个悬挂不行 坐副驾驶 坐后面的人 我他妈头晕的要死 他又不像我奥迪 RS4跟我自己的奥迪 SQ 奥迪 RS4 是五连赶的 坐前面坐后面 都不会晕车 高速上老 老兵蹦了 他妈一百六七 他妈的 都不会晕 后排的人都不会晕 你那个电车 现在是 上海的网约车 是什么情况 尤其是冬天 很多这个司机 他就是睡在车上的 他的被子 就在后背箱里面 一进去 一股子 他妈的 鼻的 那个被窝里 被窝里的那种味道 穿着秋衣秋裤 那个臭袜子 钻在被窝里的那种味道 臭气熏天 又喜欢 又喜欢 有的司机 还在里面抽烟 在车里面抽烟 那个 那个 那个烟 烟臭味 老实 我坐 我坐那个 现在的上海的网约车 我 就叫干我 臭掉那个味 我操 而且还电车 又开的又快 又他妈容易晕 里面又臭 然后司机 有的时候呢 还要放那种歌 他认为 很流行的那种歌 你一听他妈 就是土的要死那种歌 土嗨 对吧 然后呢 距离近了 还骂骂咧咧咧 还有上海 上海现在出租车 我给各位讲 很恶劣 浦东机场 或者洪桥机场 你比如说 在洪桥机场 打车 对吧 我去我那个地方 离洪桥机场很近了 就我家 离那边很近 马上出车 就在里面 看着就骂娘了 马上就骂娘了 怎么样了 你坐我车了 怎么进了 直接就骂乘客 你距离近 直接就骂你 普通机场也是的 你距离近 直接就骂你 你要是在普通附近的 他把你 足弄18代 都给你骂一顿 甚至有着 牛逼到什么程度 那是你给我下车 我拒载 我就拒载 怎么你去给我举报 给我下车 他是搞着这个东西的 他为什么能够 有这种胆子 可以骂乘客 那你想想看 一个外地的 来上海的 他一坐这种出租车 他就上海什么印象 什么观念 所以现在上海的出租车 谁他妈愿意坐 对吧 里面那个味 我操那妈批的 真是什么 真是他妈受不了 还有那种网约车 我根本就不会去坐的 所以你看这种政策的反复 为什么会有这种政策的反复 所以现在上海的管理水平 很糟糕 很垃圾 整个城市 一股一股子他妈的泥土气 一股子土 土的要死 很多外来人员 里外觉得 外省人员觉得上海很洋气 天天假洋鬼子气气 讲那个英格列区 但上海现在很土 知道吧 它不是以前那种洋气的上海 现在土的要死 上海很多本地的 都他妈的 有钱的都移民走了 早就移民走 去澳大利 去加拿大 去美国的了 都已经走了 要么去香港呢 你在现在上海 上海现在有啥 有啥管理 管理个屌 都是他妈的过来 渡曾经 滚两天 过来回下路 他妈过两天 就走了 拜拜了 能捞就捞 能干嘛就干嘛 要么就是讲究 无为而过 我主动去做事 事情就多了 外出了事 他妈的那不好 那就别干了 他是这么一回事 那你说上海能搞好吗 对吧 那也就这样了 那就等上海以后 他妈的 等我们这一代代的本地人死亡了 麻痹上海就成为 这样把你成为全无能力上海了 对吧 哈哈 哈哈 感谢观看